好 感谢品宁继续带您关注社会焦点 在台南野水区今天下午发生凶杀案件 29岁郭姓男子先前跟朋友发生了嫌弃 在继父陪同之下 双方在一处宫庙前面谈判 没想到谈判过场起口角之后 两个人居然分别拿庙里头的剪刀和水果刀互相攻击 最后郭姓男子持刀伤害自己抢救不治 继父和庄姓男子则是受伤送疑 男子裸上半身身上流游血机倒卧在地 头戴压身帽老翁哭喊着要紧销赶紧协助救自己的儿子 队长 你把我看这里怎么办 要去听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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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要尽力抢救 但男子躺平早就没了生命迹象抢救不治 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 检警现场踩证 厘清案情 只是事情如何发生 原来死者29岁郭姓男子汉人有嫌隙 以进而引发这起凶杀案 郭姓男子日前因为答应30岁庄姓男子要前往公寄年乡 结果却失约 双方闹得不愉快 24号下午2点多 郭姓男子在继父陪同下 双方在盐水区一处公庙前谈判 没想到过程中起口角冲突 两人分别拿庙内剪刀和水果刀互相攻击 郭男随后持水果刀赐凶自抢 郭等三人均送医救治 郭男均抢救后不治 郭姓男子身亡 继父和庄姓男子则是受伤送医 据了解双方都没有前科 是否有其他纠纷让彼此成了仇人 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检方都还得再厘清 支持黄夫奇他们的